嗨 老師好 金明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那老師一開始先跟我們聽眾朋友 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紹吧 大家好 小明 陳景聰 我是1966年生在南投 讀花蓮師專 後來教學的假期又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進修 然後本來我是喜歡寫成人小說 讀了兒童文學研究所以後 覺得寫童話故事寫兒童少年小說更適合我 所以就開始寫童話還有小說 少年小說兒童小說 然後才開始參加比賽 然後得了一些獎項以後 就開始出版社幫我出版書 到目前為止這一本零下18度的願望 應該算是我第40本的著作 然後是第一次做繪本創作嗎 應該算是 以前有故事給出版社他們也有出成繪本 但是沒有這麼精緻 所以這一本其實聽眾朋友如果你拿到 會發現它非常的精緻 而且配上插畫非常的特別 那個手法其實還蠻有特別的一個筆觸 然後老師你在這個介紹你講到說 你是一個愛聽故事說故事寫故事的人 是你以前從小就很喜歡聽故事嗎 對我從小就非常喜歡聽故事 我有一個印象就是 從幼稚園一直到研究所畢業 只要是不管是哪個老師 他講過什麼故事 只要我印象深刻 我都會牢牢記得那個老師 比如說小學國中哪個老師處罰過我 我也都忘了 但是哪個老師講過什麼 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我都還記得 然後那時候有特別偏好的那個故事題材嗎 還是什麼都聽 應該是什麼都聽 因為只要讓我印象深刻的我就都會記住 然後老師你說後來本來是寫成人小說 後來轉成這個青少年兒童小說 是怎麼樣的原因讓你覺得 你更適合這個青少年兒童這一塊 因為我是讀詩專的時候 差不多十七八歲開始嘗試創作小說 因為我喜歡閱讀 尤其喜歡閱讀小說 可是畢竟生活體驗 人生體驗 歷練都很欠缺 所以年輕的時候寫小說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靠自己想像 所以寫出來其實真實感不夠 我覺得文學應該是從生活中 自己的經驗開始 對 所以因為生活體驗感受不夠寫出來的東西 就覺得說很虛服 沒有 對 夠踏實 後來因為到小學服務 接觸到了都是很天真的小朋友 我發覺小朋友很喜歡聽故事 所以我就把從前自己從老師那邊 從長輩那邊聽到的故事印象很深刻的 我也都轉述給他們聽 他們一樣很喜歡 然後後來台東大學成立台灣第一所兒童文學研究所 我就想也許我可以去念看看 後來就考進去了 考進去以後 因為當時我們所長 創所的所長林文堡教授 他佈置了一個非常良好的閱讀環境 搜羅了非常多的兒童文學的書籍 不管是童話小說賞文 童詩都有詩歌都有 我們到那邊隨處可以閱讀到很多很多的兒童文學的經典作品 後來我就覺得說這個才適合我 因為我覺得特別喜歡 而且一讀印象就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開始創作童話故事 然後創作到現在多久的時間 應該差不多十七八年吧 十七八年累積四十本的書 量算是蠻大的 說大其實也不大 因為兒童文學有時候一本繪本 一個故事幾百個字幾千個字就是一本書 所以人家說經常跟我說 哇你不簡單喔 寫了四十本 我都笑笑的說 其實四十本只是拿來當枕頭而已 跌起來也不是很高 有時候繪本這個字數就比較少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這本書 這個零下十八度的願望 這個是有以前你曾經看過哪一些的一些原型 去把它改變的嗎 沒有 因為我們兒童文學創作 其實講究的就是都要原創 是 也許別的故事也許會觸動我的靈感和發想 故事的發想 可是我們寫出來的故事都是原創的 對 因為這個繪本講的是這個冰雕展的一個故事 那我想說台灣也不可能下雪 那老師是不是看了一些歐美國家的一些這個北國風情 然後才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也許吧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就找人家借了那個 無名嗜血的北極風情話 偷看那個 其實那個不是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小說 然後後來也閱讀過那個川段康城的那個雪國 然後我就覺得說那種感覺給我留下一種蠻深刻的印象 其實我這個故事本來我是想要寫一個童話故事 那童話故事很重要的是它裡面的角色有它的悟性 你寫悟性比較新穎的就會比較有創意 因為我們寫故事蠻注重創意 然後本來我是要寫冰雕展覽場裡面的一隻冰雕老鷹 飛上天氣去翱翔 實現它翱翔的願望的一個故事 對它被創作起來它本來是固定在冰上面 那就一直想要這個飛上去就對 對 所以這個字數相對來 繪本來講算多對不對 算是多的 那以這個兒童小說來講又算少了 對 這個是其實它這個故事我是偏向有一點用小說的那個筆法 來創作這個童話故事這樣 那老師就先簡單先把這個小說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繪本裡面的故事應該算是童話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也是我參加那個童話創作比賽得首獎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北國的冰雕藝術家著冰老人 他苦苦等候尋覓 終於為自己的冰雕藝術找到傳人 想不到這位勤奮的學徒 竟然窮得買不起保暖的手套 在努力嘗試冰雕創作的同時 居然把自己的手指都動壞了 為著自己小小的輕忽 這個著冰老人懊悔的心都快躺雪了 就因為缺少一雙手套 害年輕人的願望破碎了 然後他自己的願望也跟著破碎 早知道他送那套冰雕工具給年輕人的時候 應該更體貼一點 多送一雙保暖的手套才對 我用童話故事來呈現這一則人間故事 讓無可彌補的遺憾得到升華 希望帶給讀者滿懷溫馨 然後老師看到書印刷出來之後 看到南軍老師的插畫作品 你自己怎麼感想 我覺得還蠻符合我想像當中的畫面 那種北國的感覺還有畫面 那其實這本書最後是冰雕老鷹他有一些他的想法 他一直想要說一些事情 那這裡面是有象徵什麼意義嗎 這個冰雕老鷹這個角色 冰雕老鷹其實他就是代表一個藝術品 或是創作出來的作品 那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創作 其實原本都有加進創作者他自己的那種想法 還是念頭在裡面 可是讀者欣賞者的眼光 也許就跟創作者畢竟是不一樣 所以可能解讀作品的時候 會有各式各樣的面向還有想法 因為這個是童話故事 那童話故事其實就是一種萬物有靈的 那種想像幻想 那所以冰雕老鷹 還有裡面的所有的被其他創作者 創作出來的那些作品 都可以有他的思想 他們彼此可以溝通 只是說他跟人是沒辦法溝通 因為童話故事 如果人跟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 可以交流的話 那會給人家覺得格格不入 錯亂 讀者會覺得不合理 就讀不進去 但是冰雕作品 他們自己本身可以有他們的對話 因為我們人沒有辦法跟冰雕說話 但是你不知道說冰雕跟冰雕能不能說話 這個就好像說我們人沒辦法跟螞蟻說話 但是螞蟻跟螞蟻之間能不能說話 當然可以 這個是一種萬物有靈的觀念 但是寫童話故事就是要掌握到裡面要寫的那種物 就是角色的那種物性 但是如果這個物性你越難發揮的話 就是你要比如說冰雕要來寫故事 其實是還蠻困難的 如果可以把它寫得 讓人家覺得 讀起來覺得合情合理 而且故事又能吸引人 當中那個創意就會顯現出來 像這個故事 雖然結局是有點悲傷 就是這個老人本來以為他找到他的傳人 可是他那個青少年 因為這個鑿兵的關係太用功了 他買不起手套 他直接用手去接觸兵 後來動壞 他手指都被截掉 老人也很懊悔說他為什麼沒有多送他一個手套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很悲傷 可是在過兩月之後就發現 其實這個最後還是有一些溫馨的結局 大家從此都會為大家多著想這樣 大家屋子外面就會放一些這個批好的財 讓大家帶回去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寫一個快樂的童話 我是想讓展覽場裡面的冰雕老鷹 是真的可以起飛 飛起來 可是要怎麼飛起來 限於他的物性冰雕不可能飛起來 但是我只是一個發想 我可以這樣創作 比如說也許是他種化掉了 然後化成水蒸發起來 然後變成雲 雲也可以變成老鷹的那種 他的樣子 然後他就可以在天空翱翔 本來我要寫的是一篇快樂的故事 可是那天我開始要創作的時候 我就看到當天的新聞報導 那一陣子好像新聞一直在探討 我們台灣貧富差距過大 然後年輕人面臨低薪的困境 然後房價又非常高 讓年輕人以後的那種生活 好像變得碰到了非常大的一個困境 我看完這個新聞以後 我開始寫童話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的小孩子 也都還在讀大學 讀高中 所以以後他們也是受害者 對 那以後會 他們要怎麼去面對未來 那麼大的生活壓力 所以我的心情就越來越沉重 結果在創作的時候 那個冰雕老鷹就飛不起來 就越來越沉重 結果就寫成這樣的故事 對 其實後來我就打算 我就是要來寫一個貧窮 會造成遺憾的故事這樣 所以是給社會一些警惕就對 真的貧富差距過大 真的會造成一些社會的一些 不好的現象這樣 包括這個年輕人這樣子 最後這個自己失去他的手架 所以老師你這本書 推薦給什麼年齡層看 其實我當初是參加一個同化的創作比賽 為那個比賽寫這個故事 後來我的構想偏離了原本的構想 上去比賽以後我想不到 他會拿到第一名 就好像故事裡面那個冰雕老鷹 是第一名的作品 然後因為九哥出版社他每年都會出版 會請一位作家帶領四個小朋友 然後收集當年全台灣的發表的童話作品 這一篇也被他們收進去 最後就是一位大人作家 然後四個可能是國一或是小六的小朋友投票 結果全部都投這一篇 他們最喜歡這一篇 這一篇零下18度的冤枉 所以後來這個故事就得到 當年的年度童話獎 我才知道說原來小朋友 也會喜歡這個故事 因為他們會被這個故事感動 其實我後來等我寫完以後 發表出來以後 然後這本繪本出版以後 我自己在讀過故事 我其實覺得這個故事 雖然它帶著感傷 可是其實他跟像安徒生 他寫的海的女兒 就是我們常說的人與公主 那個故事 蠻類似的 人與公主 我記得那個故事 我是在小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讀到那個故事 我一看到那個人與公主 對王子的愛情那麼堅定 那麼願意為王子犧牲 我就深深的被他感動了 一直希望說 人與公主跟王子的愛情 能夠得到圓滿的結局 因為小孩子在閱讀故事 通常會這樣 可是到最後 想不到竟然是 人與公主 因為沒有辦法跟王子 結合圓滿他們的愛情 結果人與公主就是 要化成海面的泡沫消失掉 然後他的那些人與姐姐們 怕他生命消失掉 所以又去找海巫婆 用他們的金色頭髮跟海巫婆 換了一把尖刀 說只要他把尖刀交給人與公主 說你只要把尖刀 刺進王子的心臟 你就不會死 你就可以回到海裡 跟我們快樂的生活 你的那雙腿 又會變成人與的尾巴這樣 可是故事最後 人與公主 終究是肯為王子犧牲 他寧願犧牲自己 也不忍心把那個尖刀 刺進王子的心臟 最後他就化成海面的泡沫消失掉 我記得那時候 我讀完這個故事 我心裡面非常的難過 因為人與公主 他的愛情是那麼高貴 可是他竟然得不到 一個好的結局 所以我心裡面一直耿耿於法 然後就好像那把尖刀 是刺在我的心臟一樣 非常難受 這個印象我非常深刻 可是 當時讀這個故事 不曉得是哪一個人 改寫的 還是哪一家出版社 出版的我忘記了 可是等到後來 我讀兒童文學研究所 我讀到安徒生原版的 那個人與公主原版的故事 編名叫海的女兒 後來我才知道 哎呀不對啊 我小時候是被那個 改寫那個故事的作家 傷害了 為什麼 因為他把故事的結局 就結束在 人與公主化成海面的泡沫消失掉 一個擁有這麼高貴 愛情觀的人與公主 竟然會就這樣消失掉的話 這個對小孩子來說 其實是心裡面的一種打擊 傷害太大 對 所以安徒生在故事的最後 其實並不是人與公主就消失掉 他故事的結局是 原本人與是沒有靈魂的 可是因為上帝被人與公主 那麼高貴的愛情感動了 所以就賦予人與公主一條不滅的靈魂 然後昇華到天上去 也就是說他變天使了 這樣才對啊 所以安徒生才會被世人 尊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即使他對小孩子的那種心靈的成長 是很注重的 所以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那時候寫到年輕人的願望破碎了 那個找病老人的願望破碎了 然後那一作第一名的冰雕作品也破碎了 所有的願望都破碎了 其實我也知道說如果寫到這裡 小孩子讀了會心裡面是不好受的 所以我就在後面再寫了燃燒的願望 希望把那種因為貧窮然後造成的遺憾 這種傷感讓他升華 希望說讀過這個故事的讀者 他能夠也感情跟著升華 然後把他的那種感情引導到 比較溫暖的溫馨的 能夠去體諒那些窮苦的人家的 那種心情這樣 原來是這樣 不然我一直以為說他破碎之後 為什麼後來最後還會有那個 柴火放在外面讓大家取暖這樣子 所以兒童文學其實他最後還是要帶給小朋友 一些希望就對了 對因為我一直很執著 而且我們研究所的教授也一直強調 兒童文學就是一種溫暖的文學 所以我絕對不會把故事結局在那種 讓人家看了以後覺得非常難受的那種結局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兒童文學 其實這本書特別的地方 除了圖文創作 其實如果聽眾朋友拿到這本書 掃裡面的QR Code 還可以去聽有聲書對不對 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個繪本這麼特別 還有有聲書可以欣賞 因為這本繪本是視野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繪本 那他們之前有出版過一些圖文書 然後他們在進學校帶小朋友閱讀書的時候 就有老師反應說他們有四丈的小朋友沒辦法閱讀 那怎麼辦呢 結果老師念給他聽 所以出版社的發行人Kiki 他就想應該要有一個方式來 方便視障者或是說不識字的 還是無法閱讀的人聽故事 所以他們就有了這個發想以後 後來就請人家把這個故事錄成有聲書 所以有一個QR碼 就放在那個書名頁的右下角 到時候你只要用手機掃一下 QR Code一下 然後就可以連結到那個有聲書 就可以馬上播放出來 給沒辦法閱讀的人來閱聽這個故事 算是一個創舉吧 那我們今天是邀請到我們的這個文字創作者 陳景聰老師為大家介紹 零下18度的願望 然後這本書是由視野出版社所出版 然後搭配這個南君老師的這個 繪本的一個創作 那聽眾朋友有興趣 歡迎找這本書來讀 那最後請這個陳老師來幫這個繪本做一個總結 很榮幸就是這個故事也獲得那個 台北市民交響樂團 他們的欣賞 後來他們就跟視野出版社合作 然後就把它改編成一齣音樂劇 然後這一次演出的規模比往年更龐大一點 這個已經是台北市民交響樂團 第二十場就是娃娃兵進音樂廳的那個 兒童音樂劇 然後這一場是特別盛大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那個演奏啊 必須要有100人以上的那種演出 才能夠把那個氣勢把它襯托出來 像那個華格納的女舞神那個交響樂 所以這次他們演出的場面比往年更盛大 交響樂團就超過100人 然後加上那個兒童劇的演員十幾個人 然後芭蕾舞團可能有二三十個 所以總共演出的人數就超過了150人以上 還有工作人員那就更多了 之前三月份已經在台中歌劇院演出 那場是爆滿 那今天就是4月12日晚上7點半 也在台北的國家音樂廳演出 就在今天 非常謝謝我們的作者陳錦聰老師為大家介紹 他的繪本零下18度的願望 然後這本書是視野出版社出版 謝謝